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2年4月1日 但是罗宾大叔不打算搞什么April 4 最近因为国内的疫情情况又一波反弹了 尤其以摩都上海为主 进行了新一轮的封控 基本是浦东和浦西一块在封 因为虽然说从今天开始 理论上说浦东地区是可以解封了 但是根据他们的一个官方的解封要求 实际上浦东所有的区域 所有的镇都是不符合解封的要求的 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 实际上不可行 也就是浦东和浦西同时进行了全域静态管理 也就是全域封城 整个上海进入封城状态了 这个也必然影响到了 我们的美国签证和加拿大签证的申请 先说一下美国签证 看一下美国签证的申请预约网站 可以看到是从3月30号开始到4月5日 上海美领馆所有的美签预约都已经被取消了 取消了一周的时间 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美领馆是位于浦西的 所以说前一波浦东在封控的时候 理论上它不受影响 但是从今天也就是4月1号开始到4月5号 浦西也进入封控状态 所以说也不得不取消了 那对于美领馆来说呢 其实它主观上是不想暂停或者停止这个美签面签的 但是呢 它是受限于当地的疫情管控 不得不取消的 它如果主观上想要暂停的话呢 北京 沈阳 广州这些也都是可以同时暂停的 就像2020年年初的时候那样 所以说对于美领馆来说 它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呢 这个不得已确实也没办法 当地如果要封控的话 美领馆也只能服从 所以说呢 上海美领馆的这一波面签取消和暂停呢 是不是只是到4月5号为止 4月6号就会恢复呢 其实很难说 具体要看4月6号上海封城令有没有解除啊 那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上海的这个新增疫情还是比较严峻的 所以我个人判断呢 上海美领馆的这个美签还会继续暂停下去 至少还会更多一到两周时间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至少要到4月中旬吧 才有可能恢复 那同样的问题 上海的加拿大签证中心呢 也是同事闭馆了 它是暂停处理贴签 以及其他的加拿大签证相关业务啊 所以说呢 已经加签通过 并且通过上海加拿大签证中心去贴签的小伙伴呢 可能时间会有顺延会有延误 其他的城市像是东北三省呢 好像看这个疫情情况也是不太乐观 像是吉林 长春 加木斯四平 哈尔滨这些地方啊 都是属于新增病例比较多的 那如果是约在沈阳美签的呢 就会有一定的问题了 如果是本身在沈阳的还好啊 那如果是东三省其他省市要去到沈阳呢 有可能本身这个城市就已经陷入了这个风控啊 那想从外省市进入沈阳 也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限制和要求 所以说呢 沈阳美领馆基本也属于半暂停的状态 极少有人能够在这段时间去到沈阳美领馆面签 美领馆一共就四家嘛 上海北京广州沈阳啊 那现在上海和沈阳都属于暂停状态 只有北京和广州能够正常接收美签的申请 那如果你现在是想要召集申请美签的话呢 建议约到北京或者约到广州啊 当然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去预约 那如果本身是住在上海的呢 反正现在也只能足不出户了 那就等待为主吧 那如果申请加拿大签证呢 我们在往生阶段确实是不受到影响的啊 因为都是在网上递交申请的 只有在什么时候受到影响呢 就是在要录指纹的时候 以及呢在贴签的时候 那这个呢只要尽量避开上海 加拿大签证中心呢 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像杭州南京济南这些地方呢 基本还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录指纹还是能正常进行的 贴签呢也是在正常进行的 这一波奥米克戎的爆发呢 感觉也是来势汹汹啊 希望不要蔓延到其他的城市 否则其他省市一旦也陷入了 像上海这样的境地呢 那这个美签和加签的前景就不太好说了啊 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 建议可以稍微候一候等一等 美签的申请 加签呢可以正常递签 那如果是比较着急的呢 就避开上海和沈阳 在北京和广州进行面签啊 基本上呢就现在这样一个态势情况 那有人可能会问到 加拿大和美国签证的一个过签率情况啊 这个呢倒还算是比较平稳 和我们这段时间 前期疫情没有爆发的时候 还是持平的 现在整个世界上的疫情情况呢 都属于进入了一个 怎么说呢躺平的阶段啊 大家可能看新闻的也都知道 有不少欧美西方国家呢 都已经进入了躺平的状态 基本就不管了 就把它当成感冒了啊 那国内呢 还是把它当的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呢有一个割裂感和隔膜感 这种情况呢就让人比较为难啊 就等于国内外的政策是南辕北辙的 那如果近期想要移民想要出去的话呢 建议尽快的行动起来啊 时不我待 那国内封控 谁也不知道会不会一下子 又更加严厉加码了啊 那你如果是人是没法走动的话呢 那移民的这些手续可能都需要暂停了 包括相反体检啊 版无犯罪证明啊 都是要你出席的啊 这个东西反正赶早不赶晚吧 anyway 希望这个奥米克戎啊 希望这一波新冠疫情尽快平复啊 希望尽快清零 我们所有人呢 都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 好 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纳书的微信 或者电报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聊